有在叫外送餐點的聽眾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過 你的外送餐點的旅伴是誰呢 你現在正在收聽 兩個主持人每天都花很多錢 在UberEats上面的好檸檬Podcast 我是郭宇觀大維 我是檸檬女的 這是好檸檬第167集 現在台北時間 2023年11月17號的下午4點半 怎樣你今天的外送餐點的旅伴 旅行的伴侶是誰 他跟誰一起過來 不是跟外送員請過來嗎 其實你那時候要我講旅伴的時候 我覺得很怪 然後我才想說 對對對 其實你那個餐點放在外送員的那個 後座的那個外送箱 你都不知道他旁邊放什麼 萬一就是你很討厭 不知道榴槤或是臭豆腐 但是呢 他跟臭豆腐或是榴槤一起坐車過來 你的餐點可能會沾著那個榴槤的味道 但是這些至少是食物啦 OK 你知道我今天點一個UberEats 然後我滿心期待 我是點那種早午餐 然後就是想說 就可以點一些果醬吐司 然後跟鐵板麵這樣子 然後呢 一來的時候啊 我就看到那個外送員 他打開了後座的外送箱之後 對 我的餐點旁邊是放著一對藍白拖 為什麼藍白拖會出現在那個餐點箱裡面呢 我覺得是因為可能那個外送員他怕下雨 然後就放一個在裡面 所以那個是穿過的 原味藍白拖 一定是穿過的啊 如果沒穿過他應該會包起來一個全新的樣子 我原本還想幫那個外送員說說話 就是說他搞不好是剛剛去買一雙拖鞋 然後他沒有地方放 他沒有做電箱 沒有沒有 可是我不管他穿不穿過 他有沒有穿過 放一雙藍白拖還是觀感不太好 而且他是一打開的時候 那個藍白拖正對著我 然後我當然就是看到 而且加上 他沒有還把藍白拖蓋在你的餐點上面 重疊嘛 他是放在隔壁 但是重點是我當下其實我有一點想要跟他反應 因為我那個餐點 你知道我剛剛說早午餐嘛 就是有一些那種吐司 他可能是沒有封的很緊的 OK 他的那個袋子是 你搞不好拖鞋上面有些細菌 直接就很方便跳過去 這的確 這的確是一種食物安全的問題 對 而且真的不是我要為難他 因為我當下我就想說 我要不要講 但是有點梗住在喉嚨這邊 不好意思直接跟外送員抱怨 不好意思講 然後我又仔細的再觀察一下 那個藍白拖到底髒不髒 但是我一定看不出來 但是我覺得一定是穿過的 因為最近幾天都下雨嘛 他可能要換一個拖鞋 但是他應該把它包起來吧 或者是他就放在他的機車的坐電箱 他不要放在Uber送餐的那個籃子裡面 那就很奇怪嘛 超奇怪 拖鞋放在那邊是蠻奇怪 而且重點是他就是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我看到 OK 那他就是反正 就是覺得沒事這樣 你這樣一講反而我才覺得比較噁心 因為你今天中午跟我講的時候 我覺得說 拖鞋好像還好吧 放在旁邊 現在你一講的話 我會覺得好像還蠻噁心 你要親眼目睹 對對對 因為我想說最近又下雨 那個拖鞋可能就是臭臭又發霉 然後又他又搞不好穿過 然後你的那個早餐的便當盒可能又沒有蓋好 就是他的包裝不是那種超級密封 而且他隔壁 而且還沒有隔開 這的確是蠻恐怖的 對啊 然後我一上來的樓梯的路上 我就覺得 這要不要反應啊 我就越想越沒胃口 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我通常是 如果那個外送員 他只要沒有做太不好的事情 我通常都一定會給他一個讚 就是一個回饋 因為外送員很辛苦啦 對 我都不會想要刻意刁難他們 那可是這件事 我就覺得還是要講 因為我怕其他人 而且你在那個Uber的網站上 要回報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還找不到那個選項 對不對 他也不是食物有問題 也不是什麼送錯 就是他很難找到一個 就是外送員把拖鞋 跟我的餐點放在一起的 這個抱怨選項 對 因為你要給那個外送員 Thumb up 或者是那個導站 對 下面他沒有讓你可以留言的地方 他只有讓你選 比如說溝通效率好 或者是什麼 服務親切 等等 你只能按幫助 然後他就幫你 處理那個訂單問題 但是後來我們反正就選擇 什麼食物安全吧 然後就直接把情況寫在 我那時候說 一定是Safety的問題 然後你還說 那不是Safety的問題 因為 對那個Safety可能是在講說 是不是 燙到嗎 讓人家燙到還是什麼 不是啦 就是說原本的食物本身有問題 例如說食物裡面有一個蟲 或者是什麼 哦 我原本想到說 可能是外送員的服務的問題 不是Food本身的問題 哈哈哈 但是間接影響了Food的品質 所以這個後來我想一想 也是屬於Food Safety的問題 哈哈哈 這個讓我想到 我以前曾經有一次 就是 可能是大學在研究所的時候吧 我還有常常在騎機車的時候 我就把我自己的買的某個食物 放在我的機車坐墊箱裡面 嗯嗯嗯 不是放隔夜那種 就是我今天可能騎車去一個地方買 買食物 就放在坐墊箱裡面 我騎了可能半小時 回到另外一個地方 把它拿出來 嗯 那我吃完那個放在坐墊箱的食物之後呢 我就生了重病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我有一個印象是這樣子 後來我從來就不敢 就是在吃放在坐墊箱裡面的食物 你知道我連水 就是那種飽特瓶 我也不會放在坐墊箱 對 因為那裡感覺就是很悶很熱 對沒錯沒錯 然後又很多戲劇呢 還有那個安全帽 也放在裡面嘛 放那麼久 頭濕跟那個下雨啊 說悶 眉味 然後都悶在裡面 一直在培養美景 誰有頭濕請問一下 沒有啦 就是安全帽的那個汗嘛 對不對 安全帽都放在裡面 頭濕濕的這樣 對 頭濕濕 然後我還有一次 拿UberEats的經驗是超級不好 我還被那個外送員罵 為什麼 那個真的很莫名其妙 就是因為有一陣子 UberEats的app 它就是有點怪怪的 它不會及時反映 那個外送員現在的動態 以及它到哪裡 還有幾點 幾分會到 也有可能是那個外送員的 手機的訊號不好 所以它的GPS定位 沒有即時的傳到網路上 或它網路太滿 所以它沒有更新位置 哦 你是因為它到了很久 然後你太晚下去 因為你知道嗎 我一直在關注 就是我看它什麼時候會到 但是我想說它怎麼都沒有動 但是我應該要做一件事 我應該要refresh那個頁面 對 因為通常應該是 你不用去按Enter refresh 它也會自動更新嘛 對 但是那個就是 它怎麼樣都不會動 嗯 然後後來 軟體或是網路問題啦 對對對 然後後來我就接到那個電話 嗯 然後就趕快下去 結果那個外送員就 怒氣沖沖的就說 小姐可以請你不要浪費外送員的時間嗎 哦 然後我知道 我都超無辜 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那個是app 但是又不好意思 對 檸檬卷是最不喜歡被誤會的人 哦 對 反正那個就讓我印象深刻 後來好幾次我就是 都一定都會比那些外送員更早下去 嗯嗯嗯 以上就是檸檬卷的餐點跟藍白拖一起旅行的故事 嗯 那你今天 你後來還是要把那個餐點吃掉是不是 一定啊 呵呵 不然要浪費嘛 所以你現在身體還好嗎 我覺得多吃一點戲劇沒關係啊 好 這樣抵抗力會變比較好 嗯 好 我今天的下一個話題呢 想跟大家討論一個 有點像是哲學的問題 就是你們女生啊 不是很喜歡問男生一種問題 就是如果我啊跟我媽一起釣到 或是跟你媽一起釣到那個海裡面去 你要先救誰 嗯 這種問題其實好像 不是要男生給一個真正的答案吧 當你們問這種問題的時候 你心裡在想什麼 你為什麼想問這種問題 我心裡會想說看你怎麼答 呵呵 就是你最好打一個滿意 然後有點好笑或是合理的答案 對嘛 所以這個問題並不是要一個真正的答案 就是說我真的釣到水裡面 跟你媽釣到水裡面 然後你要先救誰 當然其實實際上 可能就是看誰比較近就是救誰嘛 就是或是手邊有什麼可以拉得到 也根本不會想說要先救誰這回事 對 可是這個就是考的是男生一個 臨場反應或是逃避問題的能力 反應力 看能不能或是如何哄老婆的一個能力 對對對 但是就是有時候這種 真的是很兩難的問題 沒有答案的問題呢 也可以讓我們了解一下 自己的價值觀啦 或是你心中的先後順序 當然可能老婆想要聽的 如果是老婆在旁邊 而你媽不在旁邊的話 那你就說你要救老婆吧 對不對 那老婆會問你為什麼啊 因為就是我最愛老婆啊 對不對 老婆是最重要的人啊 好 如果老婆真的要找你麻煩的話 還是可以繼續追討下去 OK 好 總之呢 我要分享一下就是1967年呢 有一個英國的哲學家 有一個英國的哲學家叫做Philipa Foote 她的名字很特別 F-O-O-T就是那個腳的Foot 這是一個女生呢 Philipa Foote 然後她提出了一個就是像這樣子類似的問題 那我們後來把它叫做電車問題 The trolley problems Trolley T-R-O-L-L-E-Y 我不曉得她是不是講的是電車啦 反正就是一種火車列車之類的那樣子的東西 那這個問題呢 的最原始形態是這樣子的 以下是原始的問題 一個電車或者是火車失控了 所以這個火車呢 會一直前進沒有辦法煞車 她的煞車失靈了 那她在她正在進行的這個軌道上面呢 有五個人被綁起來 綁在鐵軌上 當然我們不要討論為什麼 反正就是五個人在那邊無法動彈 那如果你放任火車繼續走的話呢 她就會把這五個人壓過去 所以五個人就會身亡 但是現在呢 你身為一個旁觀者 你是在旁邊的人 但是你手上剛好有一個操縱感 那你可以選擇拉下這個操縱感 把列車導到另外一條軌道去 但是那個另外那條軌道上 也有一個人被綁住 所以現在有 你就有兩種選擇 你是身為一個旁觀者 你可以什麼都不要做 那你就看著列車壓死 直直的前進 壓死五個人被綁在軌道上的 那另外一個選項是 你拉那個操縱感 救了那五個人 但是有另外那個人 一個人被你壓過去 那你會怎麼選 這是最原始的 the truly problem 我覺得我的選擇 應該跟大部分人一樣 你會知道大部分人怎麼選嗎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鬧 OK 你的決定是什麼 我的決定是我絕對不會按那一個鍵 對 但是為什麼 其實我不知道大部分人怎麼選 OK 我不應該代表大部分人 但我的想法 我是比較no 就是 因為火車原本會壓到這五個人 那這個是 原本就會壓到的 原本宇宙 但是我害了另外一個人 沒錯 而且那一個人真的就是我害的 嗯 對沒有錯沒有錯 那我一定會一直背負著這個殺人的 對所以這個問題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它是一個哲學的討論 然後它也討論到就是說 呃你看以功利主義或是以理性上來做 呃要拯救最多的生命來說 最佳的決定 應該是把它導向另外一條貼櫃吧 因為你這樣 一邊是會死掉五個人 另外一邊只死掉一個人 可是實際上人類的決定 其實沒那麼簡單 因為 就像你說的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的話 那我就沒看到嘛 這不干我的事 對不對 這五個人死掉也不是我的問題啊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說 因為你沒有加入其他的一些條件 對對 它是完全沒資訊的 就是五個人跟一個人 因為你看 今天如果你說這五個人是我認識的 沒錯 我一定會救 這個當然是會影響你的決定 然後啊 還有比如說那一個人 嗯 他是不是一個超級名人 超級影響力很大的一個人 沒錯沒錯 對 就是有很多其他的資訊 會影響這個人的決定 但是呃 說什麼都不做的人 大部分應該是跟你的想法一樣 就是我不想是因為我而導致 導致那個人死掉 嗯 但是如果我什麼都不做的話 雖然有五個人死掉 可是那五個人死掉不是我的錯 對對對 所以這這點是很重要的 嗯 那這個問題呢 後來被做了很多調整 然後很多什麼 呃 二創 二創三創 更邪惡嗎 更 就是各種各種情況啦 嗯 那我們今天呢 我的計畫就是我們大家一起來玩 一些電車問題遊戲 那你覺得剛剛那個原始的版本 嗯 它有什麼結論嗎 它沒有結論啊 也沒有什麼可以探討的事情 這個通常 現在我們講這個電車問題 都是在探討 自動駕駛 應該怎麼判斷 如果今天不是人在拉呢 今天是一個 現在火車都自動駕駛啊 或是一般的那個 汽車是自動駕駛啊 那如果它遇到真的是緊急狀況 它必須要 哦 往一邊衝 它往左邊衝也會有撞到東西 往右邊衝也會撞到東西 不做什麼事情 那個駕駛自己可能會撞死 嗯 那這個時候它應該做出怎麼樣的判斷 對 但是這些都是沒有正確的答案的 嗯 那待會我們可以討論這個自動駕駛的問題 但是我們先來玩一下這個電車問題遊戲 嗯 那聽眾也可以跟著一起玩 那你可以把你的答案留在 信下來 WooVideo或者是YouTube影片留言下面 那我今天想到要講這個是因為我偶然間呢 在一個網站叫做Neal.fun 它的網址就是Neal.fun N-E-A-L.F-U-N 然後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那它提供了超多情況讓你選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就是 你做了每一個選項之後呢 有多少人是跟你一樣 這樣子 那我們一起玩 它裡面有大概二十幾題 那我挑了裡面的十題 我們一起玩玩看 嗯 好 首先呢 就是原版好 第一題是原版 就是列稱失控了 你什麼都不做的話呢 它會直直壓死五個人 但是呢 你可以拉一個操縱桿 把它導到隔壁的軌道上 那變成只會壓死一個人 那對於這些人 五個人是誰 以及這一個人是誰 完全沒有任何的其他資訊 那你剛剛說你會什麼都不做嘛 對不對 那根據這個網站 它的統計呢 有73%的人選擇拉超重感 真的假的 当然这是一个网页上面的游戏啦 就是如果是真的站在那边 你要拉的话 可能那个就不一样 但总之这是一个网页版的互动游戏 那有73%的人选择去拉 操纵杆 也就是说选择压死那个 隔壁轨道的那个人 来救这五个人 那就是27%的人 就是选择什么都不做 就是可能可以解释成说 就是主动如果去干预的话 就变成是你自己的错 那你什么都不做的话 你就不是造成这个死亡的直接原因 应该说要我做的话 必须要有个原因 我不会只用数量就去做 OK所以你刚刚说 你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做 结果不是 其实73%的人会选择 那你咧你咧 我如果是在网页上 我可能会很容易的选择 说压死一个人 哦真的哦 如果是在实际上可能很难 因为我想的是实际上的状况 我不是只是操作按一个滑鼠键 实际上的话 我可以想象 我很有可能会什么都不做 即使我知道 其实拉操纵杆可以拯救 比较多的性命 所以对 网页上大家就是看看 好玩就好 好 第二个情况是 一生积蓄 题目是这样 有个列车失控了 那放着不管的话呢 他会压死五个人 但是你可以拉一个操纵杆 把列车切到另外一台轨道 但是呢 他会摧毁你这一生的积蓄 这个时候呢 你会怎么做 你会选择拉操纵杆 牺牲掉你这一生的积蓄 或者是什么都不做 哦你那是说 原本是一个人在那边 对 现在改成那边是我的积蓄 现在是你一生的积蓄 哦那就是在探讨 大家比较重视 对对对对 陌生人的生命 还是是你一生的积蓄 你要拯救五个人 还是损害掉你这一生的积蓄 也许你拉操纵杆之后 火车撞烂了对不对 然后你要赔一千万 譬如说啦 然后你这一千万就是你 你毕生积蓄 但是你救了这五个人 哦 我还是会do nothing 你还是会选择什么都不做 因为一生积蓄比较重要 我会不会所有二十题都是 不做任何事 不是啊 因为 怎么说 因为他一样原本是会 往这五个人的轨道去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设计很重要 因为有一个是do nothing 就是你什么都不做 就是也别人知道 你没有责任就对了 你可以选择当作没看到嘛 就是五个人本来就会被压死 你只是可以去干预他 我等于可以救了这五个人 因为像 假设说这个一生积蓄的情况 如果那两条轨道反过来的话 就不一样 如果列车什么都不做的话 会损害掉你一生的积蓄 但是呢 你可以牺牲五个人的生命 去拯救你一生的积蓄 对 他如果这两个轨道去交换 完全不一样答案 对 好 总之呢 这个题目 要是我的话 我 其实我可能也会像你说的 do nothing 因为一生积蓄真的是 蛮 蛮久的 而且重点是你如果救了他们 可是 他们不知道啊 对啊 他们也不会感激你 我很 对 势力的想法 OK 但是呢 在网页上呢 还是有60%的人选择会拉操纵杆 也就是损失自己的一生积蓄 来救五个人 他们是不是 很有时间限制的去完成这些题目 没有 这个没有时间限制 因为感觉你如果想仔细一点 你应该 就不会限制 其实我对这个60%的结果 我觉得蛮意外的 因为你也不知道 这五个人是谁啊 而且你也不知道就是 他们是不是好人 他们会不会感谢你 就是这五个人 其实你只要装作没看到 你就不会损失一生的积蓄了 对 对 如果这题是反过来问 我才会觉得说 很多人会去选择救五个人 但是如果是什么都不做 他们会死掉的话 可能大家会装作没看到 这是我自己啦 我自己可能比较自私 他还没有让你更纠结 这个题目 好 这是第二题哦 第三题 就是自己 有一个列车失控了 那放着不管的话呢 他就会压死五个人 但是呢 你可以拉一个操纵杆 把他导到另外一条轨道 但是呢 你自己就被绑在那条轨道上面 意思是我自己会死 对 这个时候呢 你会怎么做 选择拉操纵杆 就是牺牲自己呢 或者是什么都不做 这题应该很明显吧 这题 对 我的话 绝对是什么都不做 因为你今天如果那五个人是你的家人 那也许 就是你老婆小孩 那可能你要想一下 那可能要想一下 如果那五个人是不认识的话 那就随他嘛 对不对 那这个的结果是 只有39%的人 选择牺牲自己去救五个人 所以这个真的是 就是比较低了 太高了 大家对于 对于那个钱 对于自己的生命 还是比钱看得更重要 但是我觉得这个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绝大部分我觉得不可能只有39%的人 不可能有39%的那么多人 会选择牺牲自己 如果是真的发生的话 大家一定 本能的求生反应一定是救自己 不可能是先想到牺牲自己去救别人 好 第四个情况 是贿赂 题目是这样子 有一个列车失控了 你放着不管的话呢 他会压死一个有钱人 但是呢 这个有钱人跟你说 如果你拉操纵杆 把他导到另外一条轨道 压死另外那个人的话呢 他就给你一千万 这个时候 你会怎么做 你会什么都不做 就是压死有钱人 还是 拉操纵杆 去压死另外一个人 但是得到一千万 我觉得这一题啊 我觉得他完全就是要把人性 丑陋的一面 给你出来 对不对 这一个我觉得 我先说我觉得我不会拉 我不会接受一千万 因为我觉得这个感觉上有点像是 我变成一个杀手 你用一千万买 我谋杀一个人 你的良心过意不去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 我的良心会过意不去 所以我可能会选择不会拉 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我觉得在钱面前 你算是还蛮公正不恶的 我觉得不是耶 那是你自己心里会不舒服耶 你居然得到那一千万 可是你接下来这一辈子 你可能心里就会有那个阴影 可是你如果思考的时间很短 比如说 你就是要在十秒内决定 你要不要拉 可能我会 想到十秒钟 然后我还是do nothing 然后那个有钱人就死了 我觉得在很短的时间内 可能很多人会 就觉得想要那一千万 OK 那你呢 你觉得你会选什么 我觉得 在节目上讲 这只是个假设性问题 对啊 这只是假设性问题 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 会干预的感觉 OK 所以你会得到一千万 好 这个在网页上的统计结果呢 是差不多一半一半 有52%的人呢 会拉操纵杆 得到这个一大笔金额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 这个是蛮刚好一半一半的 下一个情况 第五题是动物 有一个列车失控了 放着不管的话呢 它会压死五只龙虾 哦 但是呢 你可以拉一个操纵杆 把列车切到另外一条轨道 变成压死一只猫 嗯 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拉操纵杆去 压死一只猫 或者是什么都不做 去压死五只龙虾 诶 它为什么不反过来啊 呃 反过来 没有它就这样设计啊 就这样设计啊 因为如果反过来 我一定会拉 你说 反过来 就是我觉得 我一定会让 呃 就是列车 我觉得它可以去压龙虾啦 嗯 对啊 所以就是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就是压死五只龙虾 对啊 所以我又再次什么都不做了 对 这个也是 这个是 我觉得 很多人都同意你 这样子说 因为大家比较喜欢猫 而不喜欢龙虾 反正龙虾本来就会死掉 本来就拿来吃 本来就会被我们吃掉 所以它死掉 也没有关系 猫就感觉很 对对对 所以就是跟我们 比较亲近的一个物种嘛 对啊 嗯 这个 我觉得也是没有悬念的 有85%的人 这个可能是 大家最有共识的一题哦 全部的题目里面 对 有85%的人决定 什么都不做 去压死 五只龙虾 我刚以为是五只龙 五只龙虾 OK 第六个情况是 睡着了 嗯 有一个列车 失控了 放着不管的话呢 它会压死五个人 但是呢 这五个人呢 都是在 麻痹状态 沉睡中 他不会感觉到 害怕或痛 或痛苦 但是你可以拉一个操纵杆 把列车 骑到另外一条轨道 变成压死另外一个人 但是他是醒着的 这个时候呢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什么都不做 去压死五个没感觉的人 还是拉操纵杆 去压死一个醒着的人 嗯 什么都不做 我的原则是 能不做就不做 能不做就不做 OK 这个呢 有51%的人决定 拉操纵杆 去压死一个醒着的人 对嘛 因为他们还是以 要救比较多人为目标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 因为这个题目的设定呢 跟原版是一样的 嗯 但是原版呢 呃在这个网页上有73%的人会拉操纵杆 但是呃现在呢只有51%的人决定拉操纵杆 就表示说大家是很care 呃过世的人他有没有 有没有痛苦到 嗯 假设说他没有痛苦 他可以在沉睡中就过去的话呢 我们就就那我们就让他过去吧 就没关系了 但是另外那个醒着的人他会他会感受到很害怕或什么 会很痛苦 嗯 所以从73 呃 怎么讲 从73要救五个人变成只有51%要救五个人 嗯 好 那第七个情况是自愿 嗯 有一个列车失控了 嗯 放着不管的话呢 他会压死五个人 但是这五个人呢 都是自愿躺在铁轨上面的 嗯 那或者是你可以拉一个操纵杆 把列车切到另外条轨道 变成压死另外一个不小心掉到铁轨上的人 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什么都不做 压死五个想自杀的人呢 还是拉操纵杆 压死一个不小心的人 嗯 不做 这个也是我也会选择什么都不做 因为他们他们自己就想要在那边的嘛 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做好决定了 对对对 这个也是79%的人会选择什么都不做 嗯 好 再来哦 第八题 是好朋友 嗯 有一个列车失控了 放着不管的话呢 他就会压死你最好的朋友 嗯 或者你可以拉一个操纵杆 把列车切到另外条轨道 变成压死五个你不认识的人 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哦 你会拉操纵杆去压死五个陌生人 或者是什么都不做 那压死自己的好朋友 哦 这个才进入到会让我纠结的点 嗯 是最好的朋友是不是 你最好的朋友 嗯 嗯 要是我的话 我会拉操纵杆 哦 哦 我会救我朋友 哦 我会救我朋友 如果就不管是我 就是如果是跟我很好的朋友 哦 或是我老婆 或者是什么的 哦 如果是你我会拉 但是 最好的朋友 嗯 你最最最好 你的best friend 我要想一下 如果是你我会拉 对啊 但是 呃 我觉得这也是蛮难的 因为假如说你去 一样你去干预的话 你就变成一个杀人凶手了 嗯 对不对 尤其是你为了救你自己的人嘛 所以这个 我也不晓得说 这样子做 心里会不会好过 可能也会心里不好过 也会觉得自己 很不舒服 应该都不好过 除非你要自己骗自己 就是当做没看到 或是 或是当做自己没有这个选择 可能是最好的 就当做我别无选择啊 嗯 只能拉了这样 OK 这是第八题 嗯 第九题是老人 嗯 有一个列车失控了 放着不管的话呢 会压死五个老人 嗯 或者 你可以拉一个操纵杆 把它切到另外一条轨道 变成压死一个小baby 这个时候呢 你会怎么做 会有点那个 你会什么都不做 所以就五个老人 人会过世 然后或者是 拉操纵杆 压死一个小婴儿 嗯 因为我的原则是 尽量能不做就不做嘛 对 所以你会选择不做 对 这个的结果也蛮有趣的哦 就是 百分之七十六的人呢 会选择什么都不做 就是压死 五个老人哦 所以这个设定啊 也是跟第一题 跟原版的是一样的哦 也是 你什么都不做的话 会死五个人 做的话会死 呃 一个人而已 那 在一开始的那个题目 大家会选择说 我要牺牲最少的人嘛 可是当 这五个人是老人 可是那一个人 是小婴儿的时候呢 大家会选择 百分之七十六的人 选择要救 小婴儿哦 哦 所以这已经跟原来的比例 是相反过来的 哦 在完全没有资讯的时候 大家可能觉得老人 反正他们也 也 也够久了 差不多了 我倒觉得 老人搞不好 搞不好比较重要 对不对 因为老人对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贡献 小婴儿还不知道 他以后会变成 他搞不好变成 很不好的人 不知道 对啊 OKOK 好 今天要玩的最后一题 第十题 是敌人 有一个列车 失控了 他即将压死 你最恨 你最痛恨的敌人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拉一个操纵杆 把列车切到 另外一条轨道来 救他 那另外一条轨道 是什么都没有 哦 但如果你 什么都不做的话呢 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你有这个选择 这个时候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 什么都不做 让你最讨厌的人 最讨厌的敌人 被压死 或者是拉操纵杆 把他捣到 另外一个轨道 然后没有人受伤 哇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 看你想不想让你敌人死 的感觉 然后你不拉的话 没有人会知道 啊 这感觉反而是 你不拉反而是 对不起良心的感觉 但没有人会知道 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知道 你可以拉这个 我觉得我不会拉 好 我也觉得我大概不会拉 想象中 想象中啊 觉得不会 我也觉得我大概不会拉 然后这一题是 呃 唯一一题是 刚好五十五十的 在网络上 哎 我觉得这一题很有讨论度 五十啪 因为你另外一边是 都没有人 所以代表是 其实可以没有人受伤 可以没有人受伤的 但是因为他原本 进行的路线 就是他会 你的敌人会死掉 所以你就算 不拉也不是你的错的感觉 你只是没救而已 你只是没有 来得及救他 你可以找些借口 会催眠自己说 啊 我只是 不小心没有拉 或者是 哦 这一题很有趣 好 以上呢 就是十个电车问题的变形 其实网络上 还有很多 这类型的东西可以玩 你可以测试自己 道德底线吗 还是你的价值观 就是问一些 自己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让你想一下说 你在 你的到底 把什么事情 看得比较重要 对不对 如果没有问过 自己的这些问题的话 你可能不会觉得说 不会思考这些问题 嗯 可是可能要遇到的时候 才会去想 那这个电车问题 就是像前面刚才说的 常常用来讨论 就是自动驾驶车辆嘛 对不对 就是如果 你看到 如果五个生命 如果我们就把城市设计成 五个生命 一定比一个生命重要的话 那你想想看以下的情况 假设说 我今天坐在一个 自动驾驶车辆里面 然后它的刹车失灵了 所以如果放着不管的话呢 它就会直接撞到 可能前面正在过马路的五个人 高速撞到它 但是呢 我的车子其实 刹车失灵 但是它可以选择急转弯啊 它可以改成去撞旁边的那个 什么敲蹲或是安全岛或什么的 那导致我 就是坐在车子上的自己 比较少人 导致我受伤或是身亡 那这个时候 车子的城市设计应该怎么做 对耶 但是你想想看哦 应该没有人会想要坐在 不优先保护自己的车子 对对对 可是难道只有两种方向吗 就是 对这是很极端很极端的问题嘛 但是它必须 要能够处理这个情况啊 它就是让它不动吗 就是直接往五个人撞上去吗 那现在看得到 这种自动驾驶的 这些车子的厂牌 它们是怎么写 应该没有办法 所以这应该是之前 很常被讨论的议题 对没有错没有错 但是其实就 就整体来说啦 就是自动驾驶车 如果真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话 它还是应该尝试去保护 最多的生命 对所有人来说 才是最安全的 因为你想哦 我们的角色呢 并不是所有的时候 我们都是坐在车子里面的这个人 你看看哦 今天我们可能是那五个人之一 我们也可能是驾驶的角色 那车子不知道谁是谁嘛 对不对 那车子 对所有人类最好的抉择 其实应该就是 保护最多的生命的抉择 是最好的 所以即使那个代表说 它要去自撞 去保护那五个人 那你是那五个人的几率 其实比较大 对对 你身为这六个人 你只有六分之一的机会 是刚好坐在车子里面的那个人嘛 那这个事情 如果真的发生了 然后事后大家在检讨 就会说哦这个厂牌的车子 它为了不要撞这五个人 所以去撞墙 对 那这样大家就会开始讨论 就会觉得说 那这样谁要买你的车子 会不会 对啊 所以就是一定会变成这样的思考 因为 虽然说这个对整体来讲 是最好的决定 可是对于买这个车子的人 没有人会想要说 车子不优先保护自己的车子 可是如果它真的撞下去了 那这时候大家会说什么 那如果全部的车都是 都是保护车主这样子设定的话 那它不就是新人的安全就更不好吗 但是发生的几率应该 很低啦 对 所以就是变成这个问题是 大家能够不要讨论就不要讨论 因为讨论下去 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而且会好像你要 有一个邪恶的点 觉得决定要牺牲谁 然后有一些人提出的意见是说 这种道德抉择 没有办法交给城市设计师 他没有办法担负那么大的责任 所以这个应该给每一个人 每一个车主自行设定 但是 如果就是交给大家自己设定的话 基本上全部的人都会设定保护自己 一定啊 所以这个反而会达成一个 更不理想的平衡 就是导致所有的人都更危险 所以就是应该 如果真的是对整体人类最好的话 应该还是要保全最多的生命 减少最大的伤害是最好的 即使这代表要损失车主 这真的是一个很不能说的秘密 就是你不知道设计城市的人 最终到底怎么抉择 对 这个问题蛮有趣的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 讲一下你自己的意见 那关于就是说 自动驾驶应该怎么样 设计啊 以及是假设说 你自己想要担任这个 自动驾驶的设计 你想要测测看你自己 要怎么判断各种情况的话 有一个网站可以玩哦 叫做 www.moralmachine.net 道德机器.net 你可以去看看 然后这个网站 你上去的时候 它就会提供你 超级多的情况 然后让你选择 你应该往这一局 还往那一局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别人是怎么选择 然后下面有一些讨论区说 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样子做道德是对的 这样子做道德是不对的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情况 它就是说 这个应该保护车主 然后前面有两个人要撞 一个是老人 一个是猫 或是一个是老人 一个是年轻人 或者是说 这边有三个人 他有超级多的情况 可以让你去选择 那一般人 什么样的人会想去玩 想要测试自己道德底线 想要思考一下 这个生命的问题啊 所以欢迎听众呢 就是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刚才十个电车问题的答案 然后以及 你在生活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 真实的电车问题 不见得人命关天的这种问题 但是有时候两难的问题 也可以跟我们 电车问题 可能就是关系人民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下 好 那我们就来进个QA吧 好 QA DA他在YT留言说 柠檬卷真的超可爱 是从好和弦 接过来好柠檬的 听你们的主题的闲聊 很舒服 从荧幕跟声音 可以感觉到 柠檬卷的VV 满满的爱 当然VV也是 很有让人崇拜的能力 跟想法 觉得你们很适合彼此 也很登对 看你们互动很甜蜜 祝节目长久 谢谢 下一个留言是 Glutamate Boy 好 在VV 好 这我念了 他说第一个话题呢 让我想起前几年 NBA的总决赛 James得41分 Irving得41分 但是Kevin Love只得2分 但是新闻标题却写 骑士队三巨头 何侃84分 这个是上次我们讨论的 就是我没有说谎 但是我没诚实 的主题 这个不是诚实吗 没有啊 这个就是三个主将嘛 一个得41分 另外一个得41分 第三个只有得2分 然后这时候何砍 但是他说三巨头 何砍84分 但其实有一个 根本是根本答得很烂 这样 OK 然后说第二个话题呢 就是我们在讲中文排版的时候 吓得让我赶紧把上面这句话 增加了空格 而且又不知道 有没有使用正确 超好笑 谢谢你的分享 下一个留言 Sigmo 他在外贴留言说 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情景 会提供说谎的诱因 也是蛮值得反思的 话说尼安德塔人之所以被智人灭了 有一说是智人学会了说谎 那个尼安德塔人跟智人 智人应该就是比较像是我们近代的人类 又有智慧的人 尼安德塔人就是 就是反正原始人类的 什么老祖先之类的 反正一个比较早期的物种 被后期的物种灭了 其中有一说是因为 后面那个物种比较会说谎 不是纯粹就是进化了 其实说谎就是一种进化 说谎也是为了 常常为了保护自己 就是把敌人导到 就是不会伤害你的地方去 或者是争夺一些资源 让你可以活下去 所以他们都会讲话 只是有一个的心思是比较会说谎 所以就把他们骗了这样 没有啦就是后来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那个尼安德塔人 我有去查一下 但是他灭绝的原因 有非常非常复杂的原因来 并不是单纯就是说 他不会说谎 然后后面那个是说谎 我记得以前历史课本 有出现这个字 好像有看过 好所以谢谢你的分享 下一个留言 蔡易珊在VV留言说 我很佩服像柠檬卷这种 非音乐班 却可以坚持学琴的人 我在国小的时候 身边蛮多同学都有学钢琴 但是很多到了国中 高中就没继续学了 我自己是一直有在学 但碍于课业跟大考等等因素 越来越少时间可以练琴 其实考上其他县市的大学之后 因为住校 只好把钢琴课停了 觉得很可惜 目前是会找动漫 或者是流行歌的谱 每几个礼拜 回家的时候谈一下 想说至少可以持续接触 其实学校也有琴房 但是好像要缴钢琴社的设费 才能使用的样子 我不确定 是否有多的时间可以去琴房 还要衡量要不要缴设费 我觉得想要练琴 还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买个小键盘 甚至不见得要88件订钢琴 你只是要节节影 想要动手的话 我觉得49件61件 也不错啊 放在宿舍里面 也不用买太贵了 但是随时可以谈一谈 或是一个简单的MIDI键盘 1万块以下 你就可以解决了 真的还是有这个市场 因为像之前 就是YAMAHA合作那一次啊 他就有推那个61件 几号我会点忘记 然后当时他就说 很推荐给一些大学生 比如说住校 然后可以使用61件的这样子 但是因为在那个之前 我都是推88件 对 所以当时一接到61件的时候 我是觉得 好像跟我平常推大家练鼓点 应该要弹88件比较不同 但是其实接接影的话 你要空间有限 金钱有限的话 其实61件也可以 我觉得这是要看要弹什么啦 如果你是要练古典钢琴 然后你平常都在弹 什么肖邦练习曲那种 那种61件不行 而且轻的键弹起来也不顺 可是如果他是弹 像什么动漫歌啊 流星音乐啊 那61件的琴 其实很OK啊 甚至如果你是真的 预算非常拮据的话 二手的MIDI键盘 接电脑还不错 那个甚至是可以到5000块以下 都有可能可以解决的 你只要有一个电脑 然后买个很便宜的 甚至迷你键的MIDI键盘 那那个不是拿来练琴 就是拿来想要动动手 可以弹点东西的时候 就可以用啊 那要接电脑是 就是可以编曲 也可以编曲啊 或者是单纯弹也可以 MIDI键盘就是那种 只有单纯键盘 他自己没有音色的 要接电脑才能用的 但是那个通常价格 会比一般的琴便宜蛮多 好所以就这样 下一个留言 Jason他写email来 他说 哈喽好核心的你们 好柠檬的你们 每周的我都迫不及待 想要听新的一集 这周又累积了一些想法 跟问题想要来跟你们讨论 在近年来我发现 有遇到越来越多 在音乐领域有所成就的人 是如柠檬卷一样 非音乐班体制长大的人 所以我想其实音乐 其实就读音乐班与否 根本不是一个 很强大的影响表现的因素吧 当然我认为这部分 也牵涉到很多不同的层面 包含不同主修 日常所处的环境等等 我自己是一位 研究所才读音乐系的人 觉得真的进入这个体制之后 就有好多地方 让我觉得跟想象有所不同 而在我的观察中 我也认为 因为台湾具有音乐班这个制度 因此导致部分音乐科班的学生 若是从小念到大 其实在一些音乐以外的事情上 会有一点点跟外界脱节 甚至比较夸张的说 就是在性格上会有一点扭曲 不过我觉得这部分 跟学校有关系 毕竟Vu念的是 一级战区的音乐班 他的观察没有错 我觉得演奏音乐的心意 其实很重要 就跟任何事情一样 尽管技术是必须练习而来 但是我想唯有真的 真心去执行某件事 那才是真的 好奇问我们两位 通常音乐系毕业会有什么职业选择啊 好我们其他的问题 只有最后那个问题 就是音乐系毕业 有什么职业选择 其实音乐系毕业 可以做的职业 其实很多 其实很多 因为这世界上 到处都有音乐跟声音 假如你要讲更广泛一点点的话 音乐 念音乐系也是代表 你对声音比较有研究 比较有敏锐的感觉 所以任何跟音乐 或声音有关的工作 都是音乐系毕业生 潜在的工作 我觉得可以无限的放大 因为你可以看 如果你是比如说足修声乐 或是你很爱唱歌 那你音乐系毕业 就是音感很好 唱歌又唱得好 你可能就可以往音乐剧啊 或者是一些需要唱歌的 那种戏剧圈发展 对 对然后又或者 如果你电脑好一点 你就可以 然后又会制作音乐 那就可以 也许有一些那种游戏公司 或者是他们要找 制作音乐的这些人才 嗯 好 我有帮你整理了一下 其实你每天 听到一大堆音乐或是声音 跟这些 制作出这些声音的相关的工程 他都是有个人去弄出来的 他不是凭空发声的 所以其实这个的工作机会 非常非常多 那就我知道的 就是音乐系毕业的相关职业 直接相关的啦 大部分人在做的 大概就三大类 就是表演 教学跟制作 就是幕后啦 表演教学或幕后 那表演的话就有很多 例如说 小时候我们认为 就是最 最想要达到的 就是古典独奏家 古典音乐会独奏家 对 但是那个很少人可以达到 那如果你是管弦乐的人的话呢 就是职业管弦团的团员 那当然你可以做商业演出 你可以做婚礼演出 那些其实的收入都 好多喔 收入是很不错的 很多耶 对对 婚礼演出的收入其实是蛮好的 然后流行演唱会啊 音乐剧啊 舞台剧的乐手 对 这个的收入就不一定 有的好有的不太好 因为有的也不多吧 多的蛮多的 有些流行演唱会的case 其实蛮前蛮好的 跟婚礼可能 可能甚至比婚礼更好 然后你也可以当录音室乐手 就是在流行音乐 或是各种需要录专辑的时候 你被call到录音室里面 然后就去帮他们录音 那或者是你在古典音乐的话呢 也可以当钢琴伴奏啊 合唱团伴奏啊 以及就是学校 音乐班音乐系学生考试的伴奏 这也是一个出路 好那这个是表演 教学的话当然就是大家知道的当老师 但是当老师也有很多种类 你可以到公私立的学校 当一般音乐课的老师 那或者是你可以到音乐班 或音乐系当专任老师 专业的乐器啊 或是专业科目的老师 你可以到音乐教室 教私人的音乐教室 当他们的老师 你可以开演讲 你可以开大班课 你可以收私人学生 你可以做线上课程 支持一下好闲的即兴悠悠班 然后或者是 第三种类型是制作 你可以做各种配乐啊 像是什么影视 戏剧 广告游戏 甚至展览 跟展览 现场展览的那个背景音乐 跟互动装置 其实展览跟互动装置 我以前有做过一两个case 就是科技部的case 我有做过 然后再来就是作曲编曲 我以前比较早期的时候 做过比较多都是 古典音乐会的那个委托作曲 但是我觉得那个钱就 比较没有那么好 古典音乐会的委托作曲 是原创 原创跟编曲都有 例如说就是某某打击乐团啊 他说我今天要开一个音乐会 我有什么主题 你帮我写一首十分钟的曲子 像这样子 那这个的 我觉得古典音乐会 通常预算都没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 比较难当正直来做 但是偶尔接一个是还不错啦 你可以看到你的作品被发表 还是一个不错的 不错的活动 或者是你自己写了一个作品 然后长期就是会有不同乐团来跟你 就是说要演你的这一首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 这个要量要多到可以维生 我觉得是稍微比较难一点点 所以要作曲能够维生的话 可能还是要做影视培乐 游戏跟广告 这种比较有办法赚到比较多钱 那另外一个 如果你想要做苦工的话 质朴啊 质朴其实是蛮大需求的 蛮多人需要打谱或是蝙蝠 或是校对什么的 那或者是像我们做节目啊 做YouTube啊 对不对 当YouTuber 或是做音乐相关的节目 也是一个 那我知道的 绝大部分的我的朋友啊 或是学长姐 大部分的人的收入都是综合的 就是很少人是专职的表演者 很少人是专职的教学 很少人是专职的制作 通常都是有一点点mix 对耶 你是mix教学跟制作 表演也有 表演就是比较少 表演可能5%到10%而已 可能50% 60%是教学 然后30%是制作 这样子 那每个人的比例不太一样 有些人是 百分之八九十都在表演 然后偶尔接接学生的 这种也是 也是有 嗯 那 我觉得用表演当百分之百收入的 除非他是做流行音乐 或者是上演 我觉得才比较有可能 你说比较稳定啊 钢琴伴奏要做到百分之百收入 cover生活 我觉得很难 我觉得伴奏也很少百分之百 他们一定都会穿插一些教学 对 一定都会有教学 对 那职业独奏家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少的人 可以做到的事情 对 好 那还有一些是 跟音乐相关 但是不是直接跟音乐系有关系的 你可以马上想到就是录音工程 魂音师声音处理 硬体音响 嗯 或是现场声音工程师 现场的那个PA做音响的 那音效设计啊 那如果你会写程式 就像柠檬卷刚才说的 你可以做音乐相关的软硬体开发 然后也有那种行销或管理类的可以做 对 音乐 艺人经济 音乐管理 音乐行销 音乐活动 策划 顾问 或是做出版业 出版业也需要一些音乐的啊 音乐的处理啊 感觉比较少耶 音乐杂志 音乐网站 或是音乐书的编辑 或者是卖乐器啊 开音乐商店 卖乐器 卖音乐的书 卖音乐的产品 或是维修乐器 乐器制造 这些是跟音乐有关系 乐器有关系 但是它都可以是音乐系毕业生 假如你有某个领域 假如说你很专精小提琴 也许你可以做小提琴买卖 或小提琴制造 或小提琴维修 或是这些代理什么的 所以其实出路是很广啦 看个人造化 有一些路 其实蛮容易赚到钱 有些路比较辛苦 那就是自己 看自己会往哪一个路走 看自己的兴趣 跟那个经济能力来选择 其实音乐系 人家说音乐系出来会饿死 这个我完全不同意 音乐系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好 下一个留言 下一个是匿名 他写email来 他说 感觉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把生活所有事情都电子化 一台手机走天下 而且是使用专有软体 最令我有感的是电子支付 电子菜单跟电子入场券 关于电子菜单 有一次遇到餐厅店员兼持客人扫QR Code下单 我偷偷的把浏览器的JavaScript程式功能关掉 拿手机跟他们说 你们下单之后网站一片空白用不了 他们才肯拿出笔跟纸实体菜单给我们下单 非常傻眼 还好现在店家还接受现金 可是我在想 现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 也许会觉得我才是奥客吧 来找麻烦的人 我也在想 如果刚刚约会的女生 会不会把类似这种 因为不跟随主流而造成的尴尬场合 感到没有安全感 对男生产生反感吗 女生会不会误会男生很娘炮 怕东怕西 或者应该如何避免这种误会 以上是我 以上我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是 觉得现在所谓的电子化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但也许只有很有权利以才华的人 才能一开始就令女生对男生的好感报表 让他们接受这样做的理由吧 男生又不能一开始就主动 不然又会被觉得很烦 感觉现在一般男生要跟女生这样往 真的越来越难了 这个问题其实有好几个可以讨论的点 但是先问柠檬卷好了 假如说今天一个男生跟你约会 然后他被餐厅强迫要扫QR Code 他就不想扫 身为一个第一次跟他约会的女生 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真的觉得真的要看 一来要看那个女生的个性 以及他对于你这个行为的看法 他了不了解这个行为 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对 他如果不了解 然后可能也跟你不认识的时候 他就会 觉得你很奇怪奇怪 有点先入为主了 会觉得你怎么不配合 你知道我很麻烦或是很丢脸 对 有可能会这样 确实是这样 嗯 对 好 我可以从好几个点来说 首先呢 是你去了一家餐厅 然后他坚持 坚持客人要扫QR Code 我觉得 呃 就一般餐厅来讲 我至少我遇过的我的经验啦 餐厅很少会真的很坚持 可是他是一开始就说 因为应该会告诉大家 告诉客人说你可以这样做 对 当然你可以扫QR Code 但是假设说 我不晓得他 你说坚持 他是坚持到什么程度 因为通常假设一家店 他要扫QR Code点餐 OK啊 没有问题嘛 但是假设说 我跟店员说 不好意思 我那个我手机没电了 嗯 我有很有可能 在外面手机没电吧 那我没有办法扫QR Code 可以帮我点餐吗 通常一般店员 就会帮你点餐了吧 嗯 我觉得我遇到了 可能95%情况 应该都是这样吧 一定啊 不然没有办法解决 对不对 如果店员说 哈哈不好意思 我懶得帮你点 你手机充好电 从机充好电 你再吃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 可以不用光顾了 这个家店就不用去了 直接复品就好了 那OK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 虽然说就是 你可能跟我一样 就是对这种科技 有一些偏好啊 或执念 对不对 我就是不喜欢 扫这个QR Code 不喜欢用专有软体 我会说有时候 还是可以 有一点点灵活性 有时候啦 因为有一些场合 他们需要 你用手机APP啊 或是什么电子入场票什么 也不是那个 第一线人员的错 他们也没办法 那你跟他们抱怨 或是 或是就是拒绝 他们用这个东西的话 他也没有能力 帮你解决问题 他不能改变什么 就例如说 就是我去了一家健身房 然后他们就需要 用手机来 来扫那个进场跟出场 那 我那个时候 去办会员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你们除了这个 没有别的入场方式吗 他们就说没有 那 这个时候 身为 就是我 科技家 我就要想说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去 这家健身房 那答案是 因为这家健身房 就是离我家还蛮近的 所以 我大概还是要去 那我 我决定要去的话 那我就配合他 没关系 我就再带一只手机去 我就装你的APP 没有关系 所以 还是保留一点点灵活性啦 那 再来是你的 约会对象的问题 你说就是 刚约会的女生 会不会把不跟随主流 而造成尴尬的场合 感到没安全感 而对男生产生反感吗 我觉得 只要对方知道 你为什么这样做 就不会 就是你要跟对方沟通说 你为什么不想少 QR Code 然后你为什么觉得 电子支付 或什么电子入场券不好 那个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他真的理解 对 就是你要让对方知道 你并不是你怕麻烦 或者是说你对这个 我不用手机 我对这个技术恐惧 而是相反 因为你太了解这个技术 所以你不喜欢它 那对方如果知道的话 就OK啊 那你反过来说 我也要给你一个反向的建议 如果你今天是 刚开始约会 那我会觉得呢 有比跟对方解释 我的科技观念 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让女生 先开心再说 先掳获她 对对对 要是我 我今天我跟一个 正常的女生 就像柠檬卷这样约会 我不会 first date 就跟柠檬卷讨论说 扫QR Code有多麻烦 或是说什么 我如果扫QR Code的话 我浏览器要打开JavaScript 然后那个JavaScript 会侵入我的 会看我的浏览器 Fingerprint 然后她会 不不不 我不会讲这个事情 如果 除非这个女生是 软体工程师 那你这样讲的话 她可能就 眼貌爱心 她就爱上你 如果是像柠檬卷 这样一般女生的话呢 我就不会说太多话 我就赶快把QR Code 扫一扫 然后我就 接下来就专心 跟柠檬卷聊天 我不会 我不会执念 纠结在这件事情上面 这是我的处理方法啦 我觉得之后 在你第四次 第五次约会 再跟她说嘛 也OK啊 对 我觉得好像不用觉得说 反正女生好麻烦哦 就是都不懂 我就可以 有一点顺序性 对啊 之后再跟她说 因为就是 第一次约会 还是把焦点 放在女生身上吧 先不要管那么多 彼此的心情 那或者是说 你想要真的想要测试 这个女生 对这个议题的看法 如果她看不好 你就不要跟她好的话 没有 就是说 如果你要测试 这个女生 这个是不是跟你 有相同的想法 你也可以跟她解释啊 那看她是觉得说 很赞同你的想法 那也许就是你们 你就找到一个 适合你的人嘛 然后 她的最后一个问题说 也许只有 很有权利 很有才华的人 才能一开始就 令女生 对男生的好感 报表 让她接受 这样做的理由吧 我觉得不是啦 就是像前面说的 其实是 一个沟通的问题 跟顺序的问题嘛 那今天一个女生 已经愿意出来 跟你一起刷QR Code了 就表示呢 你的 你的权利 你的才华 你的外表 已经超过这个女生 的接受的门槛了 她才会跟你出来吃饭 然后你才会刷到 这个QR Code 所以 这不是一个问题 这不是一个问题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 不要让她感受不好 让她慢慢接受就好了 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你反而这样子想说 你一直担心 我的权力不够 或是我的 我怎么 才华 外表不够 你 你一直这样想的话 反而会 让你对 女生有种反感 就是觉得女生很麻烦 或者是说 一直想要对女生 证明什么这样子的事情 反而你会容易 做出一些 在约会上不好的事 嗯 好 所以以上就是 给你的建议 那今天就聊到这边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呢 希望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 或是其他平台 给我们一个五颗星评价 或是按一个like 这个Podcast 就是什么 送到好柠檬YouTube 和Odyssey 和VV 如果想要留言 给我们 或是问问题 最方便的管道 就是找以上三个地方 然后不要忘记支持 好喝下 你的柠檬卷频道哦 我们有好柠檬的专用信箱 是 Nice Lemon 小小薰pm.me 那你刚才收听 也是好柠檬Podcast 我是薇宇冠辉 我是薇宇冠辉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